毛主席一生酷爱游泳 几乎是游遍了祖国的大江大河 然而唯独黄河毛主席从未游过 有人说这和一位老和尚有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47年毛主席转战陕北 途中在经过白云寺时 毛主席来了兴致 于是带着警卫以及当地的县长 前往白云寺参观 刚走进庙里 一位老和尚就走了出来 在弯腰失礼后 老和尚便带着主席往里走 一边走一边介绍白云山的历史 毛主席听的是津津有味 走到那时候 毛主席关切地问了老和尚 现如今的生活好不好呢 老和尚如实报告说 生活确实有一些困难 以前政府还会接济一下 后来政府让我们自理更生 或许是因为担心县长生气 老和尚说一句就看县长一眼 县长被看得烦了 说道老方丈 你有什么就说什么 实话告诉你 你眼前的这位首长就是毛主席 那么老方丈听闻是什么反应呢 他又对主席说了什么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老和尚在得知 面前的人是毛主席后 顿时大吃一惊 赶紧起身向毛主席失礼 主席欠身还了一礼说 有什么困难 直观讲人民政府是要管的 老和尚感激地说 现如今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自理更生 重点地 开头不习惯 现在手脚灵变多了 如今打的粮食也够吃了 再加上收些香火钱 生活也好了不少 毛主席又问 那老师傅觉得政府安排的还妥当吗 老和尚诚恳地表示 安排得很周到 从前和尚不生产 现在也要随着社会进步了 随后主席有问了很多老和尚生活上的事 以及白云寺的历史 聊着聊着老和尚突然话风一转 说自己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毛主席当即表示 但书无妨 老和尚直言道 中国的江河湖海 主席尽可以去游 唯独黄河游不得 毛主席连忙追问道 为什么不能游黄河呢 那么老和尚会如何解答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白云山老和尚 为何不让主席游黄河呢 众所周知 毛主席一生酷爱游泳 可以说是逢水陛下 所以在听到老和尚的话后 毛主席十分好奇 连忙追问为什么不能游黄河 老和尚解释说 主席乃我中华以龙 虽能腾云驾雾 但以五行推之 龟属于土 黄河在五行中野属土 土土相叠 这因沦为龟 空有不测 毛主席向来是无神论者 因此对老和尚的话 并不以为然 但出于尊重 主席并未反驳 不过巧合的是 主席这一生啊 还真就一次黄河 也没有游过 难道主席真的信了 老和尚的话吗 其实并不是 毛主席曾经说过 没有黄河 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 灭视黄河就等于 灭视我们的民族 由此可见 主席之所以不由黄河 完全是出于对黄河的敬畏 不仅如此 毛主席还一直十分重视 黄河的治理问题 建国后更是多次 亲自前往黄河考察 这足以凸显黄河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 那对此你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我们下期见